我在想这个角色 我觉得她还挺多面画的 那如果一定要用四个字 心大漏风 我觉得真心很大 而且导演经常说 刘雨昕里面住着一个小胖子 就每天蹦蹦跳跳的 对 谢谢 我觉得我的角色连车是 魅力无限 我刚才跟韩敲我们俩想了半天 都没有想出来用哪个成语 行了我们俩这个角色 更贴切 要不 要不唐姐姐 你来赋予云修一个准确的成语 好不唐姐姐 但是毛说了 对 其实云修 就像刚才毛毛说的那样 其实是为爱而生 是更准确形容云修这个人物 一路走来的这个 他这个人物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 对啊 但是他这个 哦 八个字 那就把这个为爱而生交给我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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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 谁说的 激情四射站出来 我来替云修说两句吧 因为这个戏当中 几乎所有的戏分都是跟云修对手的 所以我应该最有发言权的 云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的无公害的 非常的温暖的 因为 什么 白毒 白毒 不不不 他是非常温暖的 因为 其实 在剧中 他遇到了好多的问题 和遇到了好多的bug 所以好多人想 对他不好 但是他每次都用自己的 善良 和自己的 天使般的心灵 然后再感化大家 每次都会 化恨为爱 哎 化恨为爱 这可以吧 这可以来形容于修 其实这个 化恨为爱 是其中一个角色 对 点拨了我之后 给予了我之后 我才化恨为爱 因为最开始 我是带着复仇的心态 一定要说清楚 是我还是他 我不要说 大家去看就知道了 反正是我爱的人 就对了 对 其实爱是 大家看的就知道了